去打个电话 嘿 珍姆 你知道 集第一笃交易 包括土地或土地 需要三人查查 我今天不能回来 我现在还可以在 San Francisco 不 等等 James 我给你把所有问题送给你 这位称名的外国 不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為什麼他們要問我 所有的事情 Quentin正在擔心 好, James 你告訴他 我再不想做這個案子 我女兒不太重要 你告訴他找到別人 對不起, James 對不起 其實你沒必要這樣 我之後會加倍小心的 我現在越是心疼妞妞 我就越恨我自己 這事不怪你 主要是怪我 咱們倆就別爭了 我們都對不起妞妞 小白 雖然 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 要不你跟妞妞搬到洛杉磯 這樣我可以多一點時間 照顧妞妞 也幫你分擔一些 我會尊重你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跟傑森商量一下 行嗎 這是個大事 我得好好想一想 這事想想就後怕 好嗎 如果我在妞妞身邊的話 這種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你說以後 將來又要發生類似的事情 我又不在妞妞的身邊 我得多後悔呀 這世上沒有如果 你這種內疚補償心理 對孩子的成長沒有任何好處 不管了 有天大的事情我都給她推了 我得去看妞妞 你先別堵仇發誓 這不是門對門 是洛杉磯到舊金山 飛行距離往返有一千多公里呢 你知道你已經飛了多少了嗎 都快五萬公里了 五萬 還得飛十七年 那都可以繞地球二十圈了 那都可以繞地球二十圈了 謝橋 如果讓天小麥搬到洛杉磯來 你願意嗎 我不是早表過台了嗎 只要天小麥運來 我絕對沒有意見 本來就不忍心你 你怎麼來回車的 我根本不明白 新的火燈 是因為你 而且你也不在乎 為什麼你沒有 去醫院 看 我沒辦法去醫院 那是你的罷了嗎 什麼 這不足夠的 我已經罵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不會再次見你 寶寶 等著 糟糕 孩子那邊怎麼樣 應該沒什麼事了 不過把羽山嚇壞了 這是向羽山和田小麥的孩子 你這個好嗎 不太好當了 我倒沒想那麼多 只是希望自己能做點什麼 讓孩子儘快好起來 讓羽山可以不要那麼操心 有這孩子在呀 做什麼都沒有用 我說得多現實啊 你說有這孩子 謝喬永遠成不了 小羽山心中最重要的那個人 我怎麼能跟一個孩子計較呢 不是你計較不計較的事 這個孩子越來越大了 需要的愛就越來越多了 那你能得到的感情 就越來越少了 梁小姐 我們說點好聽的好不好 沒事沒事 蘇眠也是為我擔心嘛 端木 說說你吧 凱瑟琳還好嗎 反正開始吃飯了 你只是見著我 還是不太高興 最近又新添了一個毛病 每頓飯必須我跟約翰 同時端進去 否則的話就絕食 像個孩子啊 還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孩子呢 不過還好 我能應付 我是端木槍槍吧 梁小姐 我們已經很久了 我和你做得很簡單 我們先開始 生病 你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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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去英國 你生病了 你兒子去醫院 你兒子去醫院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 我認為 你應該要被拒絕 這是抑制的抑制 每個媽媽都會有這種抑制 抑制的抑制 我只是給你一個親密的提示 我沒有需要你提醒我 讓我清楚 我至少要兩年 我需要我的情況 我兒子只有一年 你為了我 我為了解我 對不起 对不起 玫瑰 但我只是正确认 这是一个非公式的谈论 我没有选择在办公室的面对面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工作了 你做的就是你 离婚 事业 孩子还病啊 我是不是中了何彩啊 别丑了啊 正好你在家呀 安安心心地带妞妞 我以前一直都这么顺风顺水的 我从来就没想过公司会把我给辞了 我不想在家待着 我要去工作 我不要当家庭夫妇 那都在找的呀 旧金山 那么多律师楼呢 又不止他们一家 肖雨山让我去洛杉津 你觉得我去吗 这主要看你怎么想 我以前吧 什么都没怕过 力不从心就更是不懂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常常都会觉得 孤单 担心以后 我想找个人依靠 我有时候都不自信 觉得自己一个人行不行 真的一天一天长大 我就觉得 我应该跟一个人一起面对这些 有事吧 可以商量 我觉得我错过了很多享受生活的时间 你现在 是不是特别需要小雨山啊 我以前也需要 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 忙什么呢 我用田小麦的名义 寄了几封求职信 看看能不能在洛杉矶 帮她找份工作 你在律师这一行 有那么多朋友 应该可以帮忙 推荐一下的 其实小麦的资料 还是不错的 可问题是她得带孩子 所以她这个条件 对于某些公司来讲 是个限制 不管怎么样吧 希望能够赶快 帮她找份工作 那她也许更愿意 到洛杉矶来 她那个人就是嫌不住 我太了解她了 对不起啊 我这么跟你谈谈 那你不会不开心吧 不会 你说的都是实话嘛 你先忙 我去做饭 好 嗨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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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去吃 你自己去好不好 为什么 我们每天跟妈妈一起吃饭 你忘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 完全没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们两个人 我已经开丝林 团团团 这就是她的计划 把我变成她的保姆 这 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 我以后 只会陪她吃完饭 其他的时间 还属于我自己的 不 哈尼 不 不 你不要恨你我 你 你自己去 你去 好 好 哈尼 不要我喽 我和妈妈就能自己吃饭了 我好可怜哦 你好 妈 你好 妈 我们要吃饭喽 我对不起 妈 嗯 员汉 他非常非常喜欢 萌拉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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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女孩 所以 她不能来 跟我们一起吃 不中了 不中了 妈妈 吃哪个 妈妈 好 好 好 妈妈 妈今天真乖 妈 我知道 你 吃 像 像 静 好 但是 我们中国人 像 很多人一起吃 你吃 我 我 我 静 好 好 不要 妈 谢谢 妈 我 协下 你协下 我 没有 说话 我 谈 谈谈 你 想我谈谈 真的吗 好的 跟我说话 我们 我们聊一聊 我们谈谈谈 中国的孝道 什么孝道呢 什么孝道呢 孩子 爱妈妈和爸爸 孩子 爱妈妈和爸爸 孩子 给妈妈和爸爸 爱妈妈和爸爸 美味的食物 美味的饮料 孩子给妈妈和爸爸 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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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感觉 你知道吗 好像听懂了 好的 说到孝道呢 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 卧冰球里 浪浪的狗 中国有一个男人 他叫王翔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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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王翔 是这样的啊 这个 王翔啊 有两个母亲 王翔的父亲 有两个妻子 一妻子 非常好 非常漂亮 非常好 不错 其他妻子 很坏 非常非常坏 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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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 两个妻子 好的 我对不起 妈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说什么呢 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 我没说什么话 是他让我说的 他让我给他讲故事 然后我给他讲了故事 一开始他还挺开心的 然后说着说着 突然就把我疯出来了 为什么 我说错什么了 我说错什么了 还是做错什么了 你 不用穿我凯瑟琳的脾气 他不是个演员吗 非常情绪化 你保持四季本来的样子就好了 不要跟着凯瑟琳的节奏走 我可没有你那么宽心 我要是能像你一样 我早就变成神仙姐姐了 他也不开心 我心里都七上八下的 现在凯瑟琳新雇员都到位了 有时间你可以出出一个朋友啊 对了 过几天 会上演白老卫的西区故事 北京故事 我订了票 我想带你去看看 我们带妈妈一起去 干吗 什么表情 那你得问他愿不愿意去 不用问呀 他一定愿意去的 我们先排票 买完票再告诉他 可是你万一他不想去 那退票很麻烦呢 就是三百美金一张票 这 这不便宜啊 万一他不想去 退票的事情交给我 拜托 多买一张票嘛 不许小气 男人不许小气 好好好 你 你这么一求情 好像他不是我妈妈 你娶了我 自然你的妈妈 就是我的妈妈 喂 妈妈 喂 妈妈 好了好了 妈妈把妞妞的小熊 给他补补好对不对呀 辞职的事情 怎么不跟我说呀 是别人辞退我的好吗 别人不用我的时候 也没提前跟我说一声呀 人家为什么辞退你啊 不是理由的理由 不说了 你跟杰森最近怎么样了 分手了 我最近是不是很倒霉呀 工作被辞了 男朋友呢也分手了 不过这两件事啊 我一点也不后悔 没有什么比妞妞更重要的 当然了 孩子对妈永远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啊 这孩子只有在自己家人眼里 才是心肝宝贝 在别人那儿呢 也许就是个累赘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 妈妈把裤子穿上了啊 你一个人带孩子 受累了 你也委屈了 自己的孩子 没有什么可委屈的 累不累 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好了 妞妞 现在你给她穿袜子吧 好不好 让她穿 大家好 你给小熊已经穿上了 你赶紧给这个小熊穿上 这个小熊已经等了很久了 马上就封好 好 好好好 我封这个 好吗 好 去洛杉矶的事 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们去洛杉矶 会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吗 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住的地方我可以帮你处理 工作的事情我也可以想办法 我不去 挺别扭的 感觉跟流浪一样 我不会让你跟妞妞 觉得不舒服的 你有什么条件 你都可以跟我说呀 觉得她会 她家会 真的啊 对啊 那我和妞妞 想住回洛杉矶的家 我要到你的公司去工作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那你就不要假装关心我 连你都这样 就不要怪别人嫌弃我 嫌弃妞妞 好了 别说了 没意义 好了 给 给丁 可以穿了吗 现在就咱俩 什么事把你瞅瞅这人 你说这个田小麦 她是怎么想的 我让她到洛杉矶来 她直接要求 要到我公司来工作 小麦是不是在洛杉矶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啊 是 但是你不觉得她 直接提这样的要求 有点故意吗 去过你们律师楼 没有啊 公司认识呢 不认识 那就没关系啊 在美国都是咯干咯的事 下了班 咯咯过的日子 你呢 把小麦接过来呢 是想见妞妞 不想老头跑 但你也替小麦想想 她带个妞妞 还有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这个我知道 其实她到我这儿来工作 也不是不行 我真的是怕她 到处胡闹 她谢乔不高兴 谢乔那边倒没关系 我跟她解释一声就行了 那你还愁什么呀 就算工作的事情解决了 她跟妞妞住的地方 这还没有解决呢 这事好解决 你给他们娘俩租一个地儿 租这地儿离你近一点 不就完了吗 她看上这儿了 她想住在这儿 她想住这儿 跟你们在一起 是她住这儿 我们俩搬出去 知道我为什么发愁了吧 好 何丽 谢雨呢 刚走 去旅行社了 找不着人打电话呀 我一直打得没人接 还被她出什么事了呢 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 以前谢雨也是这么找你的 风水轮流转嘛 现在我得看着她 走了 请客吃饭啊 正经闺蜜都没收到你任何贿赂 小心我背后说你话话 放心吧 等着 谢总 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啊可好了 团都已经傍满了 高端低端的客户啊 都已经着手 陆续安排了签证 并且啊 都已经安排灭签了 现在在打电话进来的呀 咱们只能往下个月安排喽 太好了 亲这方面的事啊 你仔细盯一下 辛苦点 放心吧 老板 你怎么来了 干嘛不接电话 好 有电话那儿车了 现在 现在呢 帮我去车上拿了电话 好嘞 现在知道找不到人 有多担心了吧 况且你来在大山里 我都怕你被老公给吃了 有人担心你啊 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以后我无论去哪里 都给你造请示 晚回报 这么说话都不像你了 你能办到吗 你都能为我收起脾气 我哥应该好好等你才对 我是不知道 都出了什么毛病啊 丁宝 说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 猜对了 我想让你去我家看看 你也该认什么门了 早敢邀请我 谁没得想过外星人 走了 你们家多少婚礼啊 一二夫都二十九号 车机不错哟 鲁潘文前我可不敢二夫呢 不过本姑娘骑车走几十公里 还是没问题的 你以后出去玩 带不带着我呀 哪敢不带啊 以后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幸福来到点突然啊 你得让我笑我笑 我这样的男人 要么不理你 要么严肃 等等我 你原来住四分之二啊 这院都是你们家的吗 这是爷爷留下来的 是整个胡同里 保存最完整的四分院 这是什么树啊 这果能吃吗 可以啊 没想到二房里 还能有这样的院子 我去过的四伙院 都住了好多人啊 搞得乱七八糟的 没想到你们家这院子 倒挺干净别致啊 我小时候 这边也是个大杂院 后来爷爷就花钱 把他们都买下来了 原来你爷爷是霸道总裁呀 怎么样 布置还不错吧 不错 还算有品位吧 过来看看 天啊 这儿可是块儿宝地呀 这是爷爷的书房 这些都是爷爷的画 那我说 爷爷原来是画家呀 他的画很值钱 去世后画又涨价了 这里不光我爷爷的画 还有很多爷爷的收藏 那你呢 你能画两笔吗 从小画但是没什么天赋 我 这里每个房间都装了摄像头 这个房间有五个 五个 五个 那你可真够累的呀 你说你这经常外出 这么多宝贝 你可怎么看呢 这就是我想跟你商量的事情 既然我们要在一起 重要的事情就要一起决定 对吗 对 对 这你能做吗 做 这房子是爷爷留给我的 这些画也都是爷爷留下来的 我从独立生活到现在 没有动过这屋子里面的一样东西 也没有花过爷爷一分钱 我想以爷爷的名义 开一个书画院 有两种捐赠方式 一呢是我们全部捐给国家 二是我们自己打理 自己打理 花费太大 要投入全部精力 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呢 交给国家吧 这安全问题是有保障了 但是看你会失去爷爷的风格 这也就是我烦恼的问题所在 怎么办呢 我们要结婚 我只能送你这个家 你来决定喽 别说这宝贵多了也挺愁的啊 我刚回过过来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你是要跟我求婚吗 有你这么求婚的吗 这怎么能算是求婚呢 想多了吧你 你干吗去 我告诉你 你不能反悔 你给我回来 黑豹 黑豹 你给我出来 黑豹 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 给我当情歌吧 好不好 我问你话呢 愿不愿意 你就这么点耐心 还想娶我呢 早就没耐心了 早就想娶你了 愿意再给我吗 给我一分装 考虑考虑 好啊 给你四秒 一 二 三 你还要一秒钟可以后悔 这辈子 我再不会给你机会 不后悔 一秒钟会你爱我一辈子 值了 你还要一秒钟 你还要一秒钟可以后悔 一秒钟 一秒钟 你还要一秒钟 好 谢谢 我回来 早就想去 我可以去 找他 我可以去哪里 你能够抗争 这个是什么 能够抗产生病 我没有看到她 中国医生 有不同的一种 而且不一的包括 外面的防止免疫苗 你学了中国医生 外面的防止免疫苗 你不能外面的防止免疫苗 没办法 我认为你愿意她更好 但我只能不能在外面的防止免疫苗 我只能做到 就是推荐食品的服务 好,那些活动吧 是的,那些会帮助 好,那应该可以 所以你回到L.A., huh? 我未经许回到L.A. 如何是吗? 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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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对 嗯 我认识她会成为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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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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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要去看它跟我們一起去嗎 但媽媽,這次是川 Mu的想要請你去 第一次,我們三個 没关系 没关系 你 你陪妈妈去吧 正好我也听不懂 其实浪费你这张票 也怪可惜的 再说了周末 我可以去约我的闺蜜们 喝喝茶呀 聊聊天 我很久没见他们了 好 好 没问题 你陪妈妈去 她好不容易有兴致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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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木啊 气死我了 我本来是想带你去 散散心啊 我知道 凯瑟琳就是这个脾气 那下次 我一定要带你悄悄去 好吗 约翰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好的 快点 好难张嘴啊 是这样 你知道我需要 给家里面寄一些钱 好 你要给家里寄钱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是没有什么积蓄 然后现在又没有工资了 可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等着钱用 所以我 对对对不起你老婆 是我 疏忽了 疏忽了 那你 你平时怎么给家里寄钱 不一定 通常是 挣多少就寄给他们多少 那你 你平均每月寄多少 多少 大概 两千左右吧 因为 因为有的时候多一些 有的时候少一些 少的时候 大概是一千 一千多 对 但是这个月 得要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月是孩子开学的日子 你知道 小孩子一开学他有学费啊 生活费啊 然后 他又上的是私立学校 所以 这个月 每次开学的时候都要给他寄 四千 这个真的很多呀 为什么让你儿子上一个私立学校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上一个公立学校 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更好 我知道 但是 因为在北京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帮我带孩子 我妈妈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 如果孩子坐不在私立学校的话 他可以由老师看管他 他每一个星期有两天回到家里 这样我妈妈呢 他能轻松一些 我明白了 那这样 那这次我们寄四千 以后每个月我们寄一千五 可以吗 我觉得有个青春期的孩子 在手里有这么多钱 这个不太好吧 他会学坏的 其实寄回去的钱 只够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可是你 你 你得 教你儿子学 学会怎么理财 我从小的时候就学习理财 我的钱啊 总是花在最有用的地方 你们中国人太溺爱孩子了 你还懂溺爱呢 你放心 我的钱都是寄给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会控制孩子怎么花钱 可是中国老人更厉害孩子 这件事就挺我的 以后每个月一千五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你是我妻子 你不用说这样的话 好吗 好 好 来吧 走吧 我以后我可以做得更好 你很好 谢谢 没关系 去哪里 下次你就可以 对不起 请你 对 没关系 再见 好 再见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工作的 我刚录完一个节目 想找到你不难哪 我刚从北京回来 从早站在那边带了一件饮品 我看上去有那么虚弱吗 其实我的体力还好 他们扛着摄像机 我扛着三脚架到处跑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看你还是乖乖把这些饮品吃了吧 为了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也会在这些我们关心的人 也要好好照顾身体 多保重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一个人 也要自己多保重 没事 我在洛杉矶啊 吃得住的都在公司里面 很方便 老板 这周末星期间 你会有一个联系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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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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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希望你能够回到你最好的身上 老板 这位先生没有订阅 但他还没办法 没办法 谢谢你 James 谢谢 这个太可笑了 我来还用预约吧 就是啊 回头我让他写检查 我这个英文不大好 我怎么听着外边 议论谁要辞职啊 我们就说行 我来是一位 都是阿弥陀佛的 我把我给你带来 也就是了 我来说 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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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